在剛開始我們在討論這個肺炎的傳染的時候 或是防疫傳染的時候 其實整個不管是我們的這個疾管署 或是所謂整個現在身上一級的這個防疫小組 還是大部分呢我們生活在台灣的這些台灣人 其實從沒有想過外籍勞工是一個我們防疫網的非常重要的一環 直到這一位所謂的逃逸的外籍看過被確診之後 我們才開始緊張外勞作為我們台灣防疫網的一份子 我們也沒有注意到他們 之所以移工會逃逸呢 是因為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還有層層的仲介的剝削 所以選擇逃跑真的是不得已的 但是逃跑之後難道就不用賺錢養家嗎 每一個逃跑的功能他背後還是一個家庭 他還是必須要再賺錢 他沒有在台灣做監犯科 而是很真真實實的付出他的勞動力 那在填補台灣的所謂勞動力的空缺 直到目前我們政府抬出來的策略是什麼呢 我們勞動部在新聞出來之後不久 因為記者不斷的追問嘛 他們就開始說針對台灣的失業移工 他們是防疫的漏洞 我們要開始查氣逃跑外勞 可是這一點的說法很快就被陳時中反駁了 因為陳時中的說法是說 我們現在只要關注的是他們在醫院 在醫療院所裡面的陪病行為跟他們的陪病安全 我們不應該去抓他們 因為現在去抓他們是不合理也不可以被接受的 為什麼陳時中這麼說呢 我想非常清楚的是我們都很了解 這個70多萬或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犯100多萬的新移民移動的人口 他正是我們台灣現在在防疫第一線最重要的人力 今天這位印尼的姐妹 她感染了這個新冠肺炎 她是一個很嚴重的職業災害 但是我們政府並沒有去 將她當成一個職業災害的勞工來保障 反而還叫說她加強查氣所謂失聯的移工 那甚至呢一直以來都有一個 所謂叫做檢舉獎金的東西 是一個政府在鼓勵我們的民眾 來狩獵這些已經很辛苦的失聯移工 那所以我們的移工姐妹都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屈辱 病毒一來大家忽然發現 要是這些逃跑的移工都感染了 那其他合法的社群是不是也會被感染 那這樣的話 我們其他在台灣生活的台灣人是不是也會很危險 我想這個叫做存亡齒寒 平常不管這個政府怎麼去剝削 怎麼去排除這些所謂的移工 反正與我無關 但是在這個時候 疫情當下的這個時候 大家忽然就開始有很高的危機意識 發現這些東西都跟都與我有關 我想一個病毒 所有人才忽然發現原來這些界線 都是我們自己畫的 病毒根本不鳥你 只要你生活在這塊土地你就逃不掉 什麼叫做共融生活 這個病毒就在告訴我們 這個狀況就叫做共融生活 不管有沒有這個方案 如果我是一個自行大人的共融 我本來就不用被強制收容了 這個根本跟狀態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第二點是 難道他認為一個逃跑外勞的 幾千塊的罰款 都要不要是重要的嗎 如果我今天選擇要逃跑 我可以跑多久 我可以賺多少錢 當我決定要回家的時候 一定有我的原因 可能家裡出了問題 或是我可能真的被抓到了 幾千塊的罰款 我覺得對一個外來要逃跑 跟他要不要自首 他不會是最關鍵的問題 那第三點他所謂說的 我縮短遣返時程 這個問題呢 其實根本不是優惠外勞 實際上是我們台灣 因為有很多的逃逸外勞 當他被抓之後 我們的受通所根本就放不下了 所以在這個所謂專案之前 早就有一個 只要你有罰款 你有相關的證件 你會在最短的時間被遣返 按照我們移民法現在規定是 如果你在台灣預期拘留的 相關的這個 所謂案體或紀錄好了 你的禁管是三年到五年 這個三年到五年 是移民組在管的 所以呢 對一部分的話來說 他會被告知說 我可能有逃跑 可是我三年到五年 我離境之後 我可以再來台灣工作 但實際上 依照勞動過的法規 舊府法法定是 你如果在台灣有所謂 非法工作許可怕工作預期的話 你不得 你不會再拿到勞動簽證的 也就是說 不管移民組 我的國金管怎麼管 但是我不會再發勞動簽證給你 他無法再來台灣工作 因為他在禁管裡面會被註記 所以如果你今天 沒有搭配相關的 取消他的這個禁管註記 讓他有機會再來台灣 成為一個合法的公文的話 他們沒有任何的動力 要來配合你們的 可是我們的勞動部 現在最大的防疫軍隊友 他就來講說 我就是要抓 而且按照就無法 他其實他就不可能再進來 針對這一塊 從去年的所謂自行道案的專案 到現在他們談到的 要因為應應防疫 要有一些鼓勵淘寶外勞 出來的這些方案裡面 他從何到來 他不提這一塊 我們看到以往這種取締 加強取締的方式 其實對於取締一股成功 其實是沒有效的 為什麼 就像剛剛秀雷說講的 其實今天他真的要被抓到 或是他真的決定要出來投案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人生已經做了另外一種不同的規劃 但如果你只是透過加強取締 那他會怎麼做 如果是我 我想我只會躲得更隱密而已 那你如何讓這些人現身 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他主動投案 在一段時間內主動投案 那他可以 肯獲得如同其他移工一樣 三年的一個合法的工作時間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他就必須要搭配其他的部分 比如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吳正義工背後就是什麼 台灣雇主 這些人經常都是幫台灣人工作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抽離出來 然後有一群人非法的待在台灣而已 而是有另外一群台灣人 其實非法的在僱用他們 所以同樣必須要讓他們合法化的是 另外這一群台灣的僱主 他們是非法外勞 但不要忘了 有多少非法外勞 就有多少非法僱主 他們填補的是我們台灣缺的廉價勞動力 在醫院裡面有多少的所謂非法看護 陳時中他根本不敢抓 不管他是不合理或是現在不合宜的 實際上最關鍵的是 當我們把這些人揪出來之後 我們好像解決了一個所謂防疫的漏洞 但實際上更大的漏洞在於我們的長照人力 是在於我們這些廉價勞動力的這些僱主 他何去何從 其實在台灣無鎮除了移工之外 還有一些黑戶家庭 黑戶媽媽黑戶爸爸 還有正在辦理居留鎮的 流亡障人朋友們 那這些朋友們 也會擔心會被被牽繁被驅離 他不敢出來 那這邊在這邊要呼籲的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徹底的防疫 請不要忘記在台灣跟我們一起生活的 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 除了移工還有一些黑戶媽媽 這些人都是在台灣生活了非常久 那因為制度的過程的問題他們沒有辦法拿到居留權 以緊急救護的立場來說 民眾對於說 外籍移工被感染這個恐慌 所以 這樣子越來越嚴格的查戲 他最主要導致一個結果是 外籍移工根本不敢出面 所謂的非法外籍他們之所以成為非法 絕大多數的原因 就是因為工作環境造成的 雇主欺負他 眾界欺負他 還有投資無門 找到眾界要拜託 要幫忙轉換 要改善狀況 眾界常常用欺壓 用壓迫的方式 來壓他們 來逼他們 打到1955 有時候1955會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這些先有的管道跟體系 沒有很好的發揮作用 逼著這些移工 沒有辦法 丑頭無路了 變成非法了 我這邊要說 非法的不是人 非法是我們的制度